来关心国际消息 阿富汗首都克布尔一所女子高中校门口附近 在当地时间周六下午发生汽车炸弹攻击事件 目前至少造成55死超过150人受伤 而且大部分的学校这个学生都是女学生 那么画面中我们看到就是发生汽车炸弹攻击事件的女校 校门口还可以看到汽车残骸以及学生的书本鞋子等物品 阿富汗首都克布尔的女子高中 在周六下午放学时间发生这个巨大的爆炸 造成多人死亡 而且大部分都是年龄介于15到11岁之间的女学生 当局已经展开调查 目前没有团体或组织出面宣称犯案 不过阿富汗总统把这一起攻击归咎于塔利班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